至於先生 四天而已 行李箱會不會太誇張了 沒有 裡面都是衣服 而且我上次去澎湖失手買了一個PS5 載不回來 蛤 你為什麼會在澎湖買 蛤 因為免稅價很便宜啊 那你這次有帶嗎 沒有 所以我這次帶了行李箱 以免又不小心又熟 我以為也是你這次還有帶PS5 烤雞獎金還沒發 一般來說 如果要去澎湖玩個四五天的話 帶個行李箱 確實會是件蠻正常的事情 不過這次我們 卻是選了個不太一樣的方式前往澎湖 不只是要搭船 而且還是要把機車運上船 但也正是這樣子的選擇 讓我們的旅程 從最開始就在考驗心臟 現在時間是早上6點半而已 我們現在高雄 古山 哈馬興這邊 那我們後面就是高雄港 今天準備 預計要搭船去澎湖 然後呢 希望是可以帶著車子 把車子運上船 以及去澎湖 雷說昨天就從北部 然後就一路騎著西濱 然後到高雄這邊來 睡了一晚 那不過呢 現在有一件有點尷尬的事情 我覺得好像也不能說是有點 應該說是超級尷尬 就是我們人的票已經先訂了 但是因為去澎湖的船是那個太華輪 在旁邊 然後呢 他們的定位系統是用電話的 車子要訂票的話 好像要再打另外一通電話 所以他忘記再打另外一通電話了 所以就 不知道欸 我覺得現在都2022年了 為什麼定位還只能用電話 不能用網路 我覺得有點奇怪啦 然後 昨天準備要來取票之後 然後又發現因為昨天是假日 他沒有開門 所以沒辦法取票 那沒辦法取票的狀態下 那當然也就代表說 昨天呢 沒辦法幫車子也再多買一張票 然後呢 昨天呢 他們又在售票處的外面 貼一張公告上面寫車位已滿 然後要求我們就是在開行前兩個小時 他會來發號碼牌 所以我們要來這邊等號碼牌 所以才會這麼早時間喔 六點半就過來 因為 嘖 呵呵 如果車子到時候沒辦法上船的話 會有點尷尬 因為畢竟都騎 昨天騎了六個小時的車吧 其實我不是很確定他的規則 所謂的車位已滿指的是 汽車加機車已滿 還是線車種 就是機車如果在船上有空間 其實稍微塞個小角落 然後其實機車一台 像我CQR300啊 表不起就兩個人的重量而已 那個噸位跟空間 其實機車的佔比跟汽車都是沒辦法比的啦 所以我是覺得他應該是 汽機車的那個車位已滿是分開算的啦 但是也有可能他放在一起算啦 畢竟誰知道啊 前一天在售票處外面 看到車位已滿的公告 真的是心臟快停下來 腦袋亂到零影片都忘記錄 畢竟都特別把車子騎到高雄了 如果最後車子上不了船的話 那當初根本就不用把西濱公路 從頭騎到尾一路來到高雄 直接從松山搭飛機不就好了 睡了一覺醒來之後 決定先去一旁的哈馬興代天公拜一下 祈求這次的旅程可以順利出發 順利返航 尾巴馬興代天公立 沙馬興代年公司 有機車的運動 最終的海外公司 各位早安导 你要後補車位的台車要排隊喔 你有訂位的直接買票就好了 有訂位的直接買票就好了 要後補車位的台車要排隊喔 後補車位嗎 這個還有一個細細的 那要拿地方 那種有幾台車 剛剛有一個詳細細去問一下 有一個那種 那種 然後補車位嗎 機車還是摩托車 摩托車去碼頭辦理就好了 對摩托車去碼頭辦理 那人要不要坐船 沒有要 那人買完票之後去碼頭辦 那人要先買票嗎 幸好到了號碼牌發放的當下 算是證實了我的猜測 所謂車位已滿的公告 是給汽車看的 不安的心才終於訂了下來 還可以嬉皮笑臉的 面對晚來的朋友 我們負責訂票的人急急忙忙來了 對然後 那現在是有票嗎 現在是 機車直接到馬東旁邊就好了 喔喔喔 所以你走進過了 所以看起來跟我昨天猜的一模一樣 就是汽車跟機車是分開的 喔喔 那幸好 好啦那我們再先買票 買票是辦法賣票也有罪 買票是辦法賣票也有罪 那是年底的事啊 哈哈哈哈 對那是年底的事情 0814 7395 這也是兩個座位 這是今天去的就是回來的 也是他幫自己看一下 好 欸那機車的票買 還沒 機車要去碼頭買 喔喔喔喔所以要去碼頭 所以剛機車剛不是說這邊買碼頭辦嗎 喔這邊去碼頭辦 喔這邊去碼 這邊票也在那邊買 OK喔 在售票處拿完船票之後 接下來還要到碼頭旁邊 再幫車子買張船票 長年以來 如果要以連人帶車的方式 前往澎湖的話 從高雄出發的台華輪 應該是唯一的選擇 而現在還多了從台南安平出發的 莉娜輪的方式 不過似乎是頸限白排的機車 再來是我們這趟行程是在8月 莉娜輪是一直到月底才開行 當然也就搭不到囉 而台華輪停靠的位置 就在捷運西子灣站旁邊 一個叫做新兵碼頭的地方 可能是因為一旁就是海軍的新兵營區 所以碼頭外面還有海巡署的人在做管制 明年預計會把高雄港的大型郵輪乘船處 全部整合到展覽館旁邊的旅運中心 或許到時候遠離了海軍營區 這種看似森嚴的碼頭控管也會有所轉變 我們兩個人 都給我就好了 都給我就好了 就這兩台 行照 這個是回來的 這張我會輸的 這個是今天的 兩張行車指照 行照一樣正本嗎 在手機上面也可以 手機也可以 指照 建立站的 那行照 286 286 因為你的是796 你的是1346 沒關係一起算的話 一起算的話 對 台花輪的機車載運是按照排氣量來計算費用的 以我的CBR300R 286CC的排氣量來說 從高雄往馬公要收1346元 而馬公往高雄的話 則因為免收5%營業罪的關係 價格是1289元 整體費用大致上接近125CC機車的兩倍 不過還是會比汽車單程約2200元還來的便宜 我把車騎到前面去 然後海照 就像是小孩子 看到大玩具的那種興奮感 雖然搭船也早就搭過很多次 但是要把自己的車子 直接騎上船飄洋過海 這還真的是人生中的第一次 應該不會被撞到吧 可以可以可以 所謂的賽翁師馬燕之飛福 前一天受到驚嚇而提前來排隊 反而也讓我們成了第一批進到碼頭的旅客 趁著碼頭四周還沒有其他準備上船的車 趕快趁著這個幾乎是我們兩人獨享的時光 好好的為這個難得的體驗多留些照片 可能也會是我們能夠為這個新兵碼頭留下來的最後紀念 喔喔喔他有煙欸 欸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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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要拍當有煙的 該拍的照片拍完之後再次把引擎發動 第一次把機車騎上杜板 第一次把機車騎上船 一如想像的工作人員指示我把機車停到角落 接下來就是繁複的固定時間 從台灣本島到澎湖的這段海域 就是小時候經常在歷史課本裡面看到 大名鼎鼎的六死三流一回頭的黑水溝 雖然現在的航海技術已經比幾個世紀前更為進步 但是船隻航行在海上 必定還是會因為海浪而左搖右晃 機車的頓位輕 支點又比較少 肯定是需要更嚴謹的固定 其實上船之前在碼頭邊 工作人員還叫我簽了一張切結書 如果車輛在運送過程中發生任何損害的話 那他們不會負非常的責任 如果是150CC以下的機車的話 上船前是不需要簽這張切結書的 不過我反而覺得 以船上實際的固定方式來說 150CC以上的機車還更不容易受到損害 那如果他遇到那種125的檔車的話 他應該會弄掉 那說不定就是要 那可能就是變小小喔 我不知道耶 125的檔車 那也還好啊 125檔車就是直接插進去啊 平常怎麼插在聽測隔離面呢 那這幾個可能沒有中度啊 150的啦 像那個小阿盧149啊 所以他是收150以下的機率啊 就等於他收很便宜的錢 然後呢 結果沒辦法這樣固定 他就得用那種方式 但如果多幾台那個要怎麼辦 你要找紅點嗎 有其他或是上船 因為也有其他人家騙過啊 嗯 是啊 一整批上來了 嗯 這就叫做 我的車子被趕下了 我的車子喔 相較於機車是固定在船艙的角落 汽車的部分 則是在船艙的中央 畫了五條車道 在我們車子固定的同時 汽車開始漁灌的駛入船艙 2、3是給小車 然後4跟5是給大車 但他也是看寬度吧 像日本的寬度 走走 但是因為小車普遍2公尺以下 然後大車普遍2.5公尺 所以 所以這樣應該中度 他現在1嘛 1也是大條 嗯 從這邊上去嗎 OK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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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說是有金無錢 你說哪個部分 車跟船的部分 好 車會被馬公不讓你上床 沒道理了啦 馬公 坐位的 喔喔喔 欸有2公尺座位 5隻2、3 你是2、4嗎 對 剛好啊 好啦我覺得應該不會坐滿 哇 可以啦 哇我們可以站在外面看海耶 哇 欸85大樓在旁邊耶 喔 第一次看到海上的 不過現在逆光 對啊現在嚴重逆光 其實那邊看旗巾就非常近 對啊 可以看到那個旗巾的那個碼頭 欸 喔那個 旗鼓人在那邊啊 嗯 旗鼓人其實很密 比高中捷運還要密 比高中捷運還密 比高中捷運還密 我覺得你可以再不移句說 旗鼓人的後船室的冷氣 比高中捷運 車載還要涼涼 喔有欸有欸 不過是這幾年他有進化 我覺得冷氣要比高中捷運還要涼涼太困難了 我覺得冷氣要比高中捷運還要涼涼太困難了 蠻有趣的 欸 這邊還有B2 欸他不 他不適用50元金台幣欸 50元新硬幣欸 50元新硬幣欸 新硬幣 新硬幣 哇嗚 呃 所以這機台是可以玩嗎 夠這樣 好像可以欸 不行嗎 不行嗎 這是玩什麼遊戲的啊 我也不知道 這應該都是比較金油 欸 這個看起來是 這看起來是罰匠吧 罰匠類的 欸對欸 施鳳鼓槓 來我們來穿上幾桌 1 2 3 4 5 最後7 8 9 10 11色 13張麻匠的 13張麻匠的 13張 13張日麻 壓大小 壓大小 壓大小那應該是21點吧 21點 對啊對啊應該是21點 這 這一間太扯了啦 一整間欸 好讚喔 但他站前夜了 可是新的澎湖輪應該都沒這個東西啊 大虛玩笑 欸這個 這是印象玩電視欸 對啊 這個感覺就是上有次在的 沙龍 所以沙龍可以在裡面整理頭髮 剛好我的頭髮是亂 D3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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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3艙有什麼 蛤 不知道 不知道 我們要什麼 有老到廣發官員 對啊 就是啊 老式的事情 什麼行啊 什麼票啊 這種 新船一定是 我們還想說黑體 新船應該就變成黑體 欸我怕是星期明星 星期明星你把他當桃園機場嗎 好 所以我只要到你 太花輪是在1989年打造完成 專門行駛高雄到馬宮的航線 在那個還是使用BB code的年代 太花輪上不只有電玩機沙龍 根據官網留下來的資料 還有卡拉OK 舞池等等設施 不過不曉得是被封閉起來 或者是經過改裝 這次在船上 我們完全沒有看到卡拉OK 或是舞池的區域 在2022年的現在 這些設施 看起來是顯得有些老氣 不過把時光拉回30年前 可都是高級客輪的象徵 只不過目前已經計劃在明年夏天 會有嶄新的澎湖輪 來取代高雄到馬宮航線的任務 搞不好這也是你人生唯一 一次會坐上這一艘船的機會 是吧 因為接下來如果真的要 再搭船去 應該就變新船了 對啊下次答應啊 明年後年可能就是新的船 很榮幸 你知道一拍出去 會不會說什麼交通米 開始通米搭太花了 因為你的流量 屁啦 那流量很差好不好 有啊 欸我的學生會看欸 我就回去沒多久 你的學生 我學生說欸老師 你認識企鵝嗎 所以我們也可以坐在這邊 好熱喔 謝謝夾仔 進食開啟 什麼意思啦 等一下 進食開啟然後這個門 一看的時候是 喔喔喔喔老師 以身作者啊 接下來的這一年 可能也會是 台花輪服役的最後生涯 而我們這次的搭乘 不只是第一次 也有很大的機會 會會是最後一次 欸啊 不能上去 沒有這上面是架子 是架子 因為我本來想說可以上去啊 然後就是什麼 人就靠 然後人就靠在這邊 然後前面增加一個人 對不對 對啊 那一艘是拋毛嗎 就停在中間 然後就休息吧 可以講 船位 高雄港的船位 也是很 對的啊 嗯 這好像我人生中第一次搭大船 呵呵呵呵 OK 我們的船班 早上9點 從高雄港 平常講發車講習慣了 可以講成發船嗎 首先會有一艘小船協助掉頭 原本以為是因為盾位太大 才需要這樣掉頭 但是幾天後 從馬公回程時 海華輪卻是在沒有其他船隻的輔助下 就直接掉頭離開碼頭 猜測應該是因為高雄港太過繁忙 大盾位的輪船在港內自立掉頭的話 可能會花費太久的時間 而影響到其他船服的進出 我們要拍那個就是 喔 其實假裝 喔 不熱的 喔 我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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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鋪到鴨魚 鋪到鴨魚 我看到南大五 我看到這裡啦 北大五三是在這裡 喔 其實有耶 就八五後面那邊是北大五 真的耶 對 今天 就有一點 魚沒擋住耶 對啊 對啊 沒有被擋住啊 真的耶我怕 其實很高耶 這一天的能見度真的蠻好的 可惜GoPro拍不出來 但是幸好手機還是有捕捉到 從高雄港看到北大五山的畫面 我們還在船上用APP比對了好幾座不同的山頭 真的看得到觀山耶 今天能見度真的很好耶 雖然覺得霧霧霧霧 空氣污染 這個就應該是空氣污染啊 對啊 那個埋一整片潮明線 離開高雄港之後 船隻幾乎是穩定的朝北北西的方向行駛 所以會有一大段航線 大致跟高雄到台南的海岸線平行 也就是說 前往澎湖的前半段航程 還是能夠連上網路 即便是真的離開台灣本島之後 還是斷斷續續的 可以從澎湖的東極 將軍澳等等島嶼收到訊號 我想這大概也是船上的電玩機 後來故障不再修復的最大原因 特等 頭等艙 蛤 蛤 不可能他必須排早上來 沒有 我們家裡就在那個飯店群上 可是一般飯店總好不會長的這樣子 就是 咦 那中間是什麼啊 右邊不知道是什麼 好 我就回到那邊 樓梯間 喔 到餐廳了 喔 喔 所以 頭等艙可以直接下餐廳 下餐廳 好 這個就是會員專屬影片 台花輪大冒險 而除了我們搭乘的早上9點出發的航班之外 另外還有晚上11點半 從高雄開往馬宮的航班 台花輪也為了夜間的航班設置握艙 如果是容易暈船的人 白天搭船睡個覺應該也是不錯的選擇 喔 就是那個老式的那個 那個老火車車箱裡面的感覺 會 會 我覺得這裝皇天老舅 畢竟你要是30年前的船 但是我相信他一定是高級 對啦 當年應該是高級 對 還有大班機 還有 麻將機台 是嗎 這個盒子很適合跑個跑台鐵便當 不是吧 一模一樣 是吧 是啊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台鐵便當 是不是 這邊還有什麼 販賣區 被營業時間請募進入 早上11點開始營業 我們11點會早就 沒有 我們4個小時 所以我們1點才會到 喔 欸那 會好有趣喔 畢竟是起了個大早 開航後 把整艘船都逛過一輪之後 就回到座位補眠 等到睡醒的時候 早就已經過了餐廳的公餐時間 只能稍微進去晃一下而已 不過我們回程 是有在船上吃到晚餐的 這部分就請大家 繼續跟著我們的澎湖之旅 看下去囉 感覺我已經收了 在裡面的檢查 剛才睡覺 對 這個不就是那個 以前 課本會出現什麼 樹狀玄武延 對 對 可是那個 你住一住桃明田 對啊 你開那麼快幹嘛 開 10次船貨9次快啊 區間測速啦 區間測速啦 開那麼快 你看 那艘返船才是正統的速度 好不好 都不會動 那個也不會動啊 這個喔 這個應該是被區間測速限制住了 船班緩緩的靠近澎湖 接著繞進澎湖灣 遠方還依稀可以看到著名的澎湖跨海大橋 順便測試了一下手機相機的20倍放大功能 澎湖灣裡面的風帆船 跨海大橋的橋墩 可以說是一覽無遺 果然有些時候用手機的錄影功能 可能還會拍的比較好 就在這個時候出現了意外的訪客 喔 小羽 他可以跟你照相嗎 不是他 因為他哥哥很喜歡你 喔真的喔 他知道喔 他剛剛跟你照相 可是你在休息不敢操縱 喔喔喔喔喔喔 就集合交通手段 他就看你的環境 喔真的喔 他說以後長大 當交通部長 好喔 我可能不是有點傻眼 然後你照相了 1 2 3 好謝謝 謝謝 你拍的很好繼續 就是喜歡你們這種頻道的人 真的 有你們的視頻 對 加油 那你們是來玩嗎 對來玩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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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騎車出門被認出來 還有可能是認安全帽 認車子 但是要在搭船的時候被認出來 真的是從來沒有想像過 也希望小弟弟未來可以實現他的夢想 成為交通部長 改善我們的交通環境 只不過或許等到他長大 發現到交通界的黑暗面的話 就會改變他的夢想吧 我是不是看到麥當勞 還有摩斯 欸欸欸欸可惡 剛剛那個瞬間那個 坐進去了 因為這條是主要套路 對 來不及了 即使台灣四面黃海 也有著眾多的城鎮 就梳立在海岸旁 但是在這個高度的輪船上 進入市區 倒是人生的第一次 船隻緩緩的靠近馬公市區 跟領海的樓房越來越靠近 感受到海洋孕育了人類發展的驚態 其實原先只是想說沒來過澎湖 趁著夏天跟朋友都有空的時間來玩個幾天 後來又想到如果待的天數比較長 那可以把朋友在高雄家中的機車運過來 算下來跟在澎湖租車差不了多少錢 他是不是要馬 就是 車子先把 先叫他們全部排好 然後呢 等下 船一停好之後 然後 船上的車下完 然後這些車再馬上浮上來 那你不覺得 他們現在這個排列的方法 就跟 我們剛才在 船艙裡面看到的一樣嗎 喔 喔對耶 所以他會馬上進行回程 欸 對今天有馬風回程的感覺 對啊 3點 3點欸 至於最後決定 把自己的CBR300而送上船 則是因為 已經牽了這台車有5年的時間 跑了7萬5千公里 卻都是待在台灣本島上 既然都要到澎湖了 那不妨就把他騎過來 留下些更不同的回憶 同時促成這趟 台花輪退役前的體驗 欸欸欸欸 你丟出去了 哈哈 哈哈 還好效率喔 哈哈 什麼東西啊 現在就要下去了 對 喔好 我們現在騎機車的也要下去 喔喔好 所以就是開車跟騎車的一起先下去 對 工作人員們 急急忙忙的把固定車輛的程序一一解開 由於馬公港沒有設置渡橋 沒有運車的乘客 也必須從貨艙的杜板下船 在順序上 是等車子離開之後 才會輪到沒有運車的乘客 下來貨艙走出開花輪 其實船上的白牌速可達 真的是有蠻暴力的方式在固定的 車子跟車子之間幾乎是完全緊貼 大概就是以那種一隻竹塊可以被輕鬆折斷 好幾隻竹塊組合在一起 就不容易斷裂的物理原理 讓一群機車緊靠在一起 抵抗海上風浪的威脅 說老實話 我是覺得上船前填的那張損害竊節書 可能白牌速可達是更需要來寫的 捆綁車子的繩索完全解開後 像是列隊一樣 跟著前面一條車道 一條車道放出去的汽車 一起離開船艙 外頭是澎湖耀眼 炙熱的艷陽 終於在歷經五個半小時的航程之後 我們再次回到陸地上 只是這次還有自己的CBR300R同行 把車子慢慢的騎出碼頭區 離開馬宮港的大門 隨即就會進入到馬宮市區 第一個有著紅綠燈的路口 一如往常的被命名為中正路跟中山路 而這條直通馬宮港的中正路 不只是馬宮市區最重要的幹道 依附在這條路的203縣道 更是唯一串聯起澎湖灣周邊四個鄉鎮的縣道 也會不斷地陪伴著我們 度過接下來幾天的澎湖之旅 對 繞進去裡面 不就是所謂的外國公園之外 這樣子等一下會有一堆人為我們吃東西 怕我們肚子餓 不會 你要拿出新台幣 哈哈哈哈 欸又有一個沙灘了 這個是 十里沙灘 我現在想到十里就會只想到一個東西 什麼十里不換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們要扛著200斤的麥子 十里不換街 十里山路 哈哈哈哈 你可以說 shave 停 冷 gesagt 冷總 et 冷靜 冷說 冷說 冷 Research 冷靜 冷靜 感谢观看